今年第七号台风巴比伦在29号上午行程 根据中央镜像局预估 目前它的位置在俄伦比东南东方 大约1000公里的海面上 接着会先往西北方向前进 接着转偏北往琉球群岛前进 会不会影响到6日的台湾天气 镜像局表示影响不大 至于对台湾影响方面 没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在7月1号2号这两天 会为台湾的北部沿海 以及东半部沿海 带来一些长浪的现象 也提醒大家海边活动 要特别注意安全 镜像局特别提醒 虽然台风对台湾的影响不大 但是要注意长浪 午后热对流发生的降雨以及高温 下一周的温度都会落在32度以上 各地的温度都可以来到32度以上 甚至尤其是几个 特别容易出现高温的地区 像是大台北地区 花莲台东的一些花东重谷这一带 或是西半部的一些局部地区 温度甚至有可能来到35度以上 7月1号开始为期三天的大学指考 提醒考生和家长要适时补充水分 以免热衰竭 另外中央金像局预估 今年可能会有3到5个台风清洗台湾 提醒民众需要随时准备 做好防台措施 原市新闻德德斯一顾 台北市采访报道